我是楓田 我好楓田 楓田好楓田 我是楓田 也可以叫我楓田 要帶大家來玩 便便 走吧 你沒聽錯 今天楓田要帶大家來到的 就是超酷色搞怪的展覽便便展 這個與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卻又讓人敬而遠之的東西 到底有什麼好玩的 將楓田來告訴你 不用覺得害怕 不用覺得噁心之類的 其實就是這裡是用可愛的形容 可以學便便是怎麼產生之類的 那你要不要先去冒險看看 你先從食物開始啊 從食物開始啊 從食物開始啊 從食物那 總之OK那我 我最喜歡的咖哩 咖哩就像便便便 我是咖哩 被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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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嘴巴到 這裡是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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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這裡就是 食物都被消化 哈哈哈哈 所有的工作人員都 嘴巴這邊跌倒 你請看 好不好意思 這畫面 攝影師也跌倒 這畫面 這畫面 站不起來對不對 哈哈哈 這很好玩 這裡 大廠 啊 小廠 大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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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繼續被小化下去 我要下去囉 掰掰 水 到了 我剛剛就是小腸 這裡是大腸 好 繼續進去 終於變大變了 第一個關卡強盜冒險 就讓豐田玩瘋了 一玩再玩 不過在這個展覽裡 還有很多很多的關卡 跟著豐田去挑戰 好 我已經變了便便 那我用這個打便便 來 這遊戲很簡單 只要拿著便便 打中投影中的便便即可 而投中的準度越高 就能獲得勝利 有贏跟輸的話 就以後就可以叫我便便 我要改名 要贏 有 你看 滿準的 滿準的 對不對 也太多了吧 太多便便了 好累喔 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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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失敗過嗎 大家都在死 這太難了吧 我們很認真打的 因為這大家都很難 只有一個禮拜叫你便便就好 不用全部改名 好 我這禮拜都是可以叫我便便 所以以後走在路上趟 你都可以說便便 這一個禮拜 如果被說豐田的話 我不會回頭 好 便便 怎麼了 OK 從此刻起一個禮拜時間 豐田改名便便 期間限定要喊要快 而豐田就這樣帶著新名字 前往下一關便便球前去 這樣轉 跳上去 然後就 發呆 這樣子可以 然後高度都不一樣 所以我要挑戰 我可以跳到哪一顆球 哪一顆球這樣 這是最低的 很簡單 第二個 第二個 這個嗎 這個應該可以吧 這可以 太簡單 太簡單 第三個 這幹嘛 太低了 我不挑戰喔 好像突然變太高了 你看看 這個嗎 好像 突然 變太難了吧 好 來喔 千萬小朋友不要模仿我 因為我的運動能力太好了 對不起 可以嗎 可以 40塊 可以 好 如果有受傷的話 把你們負責 我們負責嗎 你們負責 好 來喔 好 你們不要玩這個 太危險 不要 這個區域有很多不同大小 不同高度的便便鞦韆 而且重量承載可以到80公斤 大人小孩都可以玩 只要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高度 坐上去 就可以跟可愛的便便們盡情擺當 酷色又搞怪的便便展 就是要讓你可以在蹦跳之間 學習認識消化系統 這邊除了碗的地方之外 還有可以增加知識的地方也有 你看這個 這個是鑼駝的便便 這個不是假的 是真的乾燥的它的便便 那上面有些比如說這個是乾燥後可以當成燃料燒 這樣 可以再使用 對 這個也是 太難對不對 他說如果便便成果凍狀 就代表他的身體不太健康 好就看便便可以判斷身體的狀況的意思 謝謝 你看這個很特別很特別 就是不像我們的便便 就很特別 還有最後一個這個是我的便便 剛排出來的 謝謝 便便成立有的玩又能增加知識 新的感官體驗 將大家避之為恐怖級的便便 變得有趣又好玩 看看咱們豐田玩得有多開心呢 豐田 北京 真旦 後夜 每一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